好的 那接下来咱们讲这个模块的导入和调用 这三种模块 内置的开源的和定义的 导入方式 调用方式都是一样的 基本上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叫import import中文就是导入的意思 对吧 翻译 那导入什么呢 导入一个模块 这个模块 咱们先导入一个叫标准模块 OS OK吧 那这就导入了 看到没 导入了 你接下来就可以调用OS点 看吧 点一个点 你看下面就有很多功能 看到没有 对不对 OS点这个pass 对吧 它就打印这个当前的什么呀 当前的路径应该是 对吧 你看打印我这个什么 打印我这个文件所在的这个绝对路径 文件这个绝对路径 好 它就可以看完通过OS点 然后就调用这个OS模块里面的各种功能 就很多 后面我们讲这个OS的时候 在这里我们会一一再讲 先不说了 那这就是基本的导入 那你如果想导入多个呢 你可以这样继续写 Import Sys Sys也是一个标准模块 OK吗 那你可以继续往下写 但是 或者是你也可以这样 你也可以什么呢 你可以在这里写 Import的一个叫什么呀 Sys 看没有 你Import Sys加一个动画 相当于这个就是什么呀 同时导入两个模块 同时导入两个模块 这样也是可行的 这样也是可以写的 然后呢 这个什么 sorry 这个叫啥呀 你看这里写了两个Sys 会出错吗 不会出错 它就会 怎么讲 你以为它是导入了两次吗 它不是 它相当于只要检测导入了一次 后面这一次 其实就相当于不执行了 就等于没效果了 它最终 它只会导入一次 所以你写多少遍 它只是导入一次 就行了 好吧 OK 那这样 也可以导入门块 那导入完了之后呢 咱们接下来看 接下来看 说我那个什么呀 我那个 因为你一导入OS OS下面的所有功能 你看 你是不是都可以用了 但是我现在不想用所有功能 我想只用一个 就是怎么讲 单独的一个功能 我只想用这个什么呀 只想这个用 Path这个方法 OK吗 或者是rename 这个 这个应该是改名字 改文件名字 那你怎么办呢 你可以用from from from这个什么呀 OS Import 什么呀 read rename 你看 接下来 你再去调用它的话 你就直接rename就行了 你之前 你是不是还得OS点rename 你现在就直接rename 就可以调用了 相当于这是什么呀 这意思 打开这个OS 这个工具 OS工具 你可以理解为 这个OS工具里面 它像是一个小盒子 里面还有好多小方法 小的功能 对吧 你就打开这个小盒子 从里面找出来 你要 打开铅笔盒 是吧 铅笔盒里 我要找钢笔 还是找这个圆竹笔 拿出我的这个 对吧 更小的这个功能 然后直接导入 from 什么什么什么 Import 你也可以加多少 Import两个 还有一个叫pass 对吧 或者impost多个 都可以 replace 这样写也是可以的 那你接下来调用 其实都是pass 对吧 replace 就可以了 那你也有意思吗 这个是from OK from 好 那这个讲完了之后 我们再来看 你看它这里 还有这个什么 我这里from module.xx 这是什么意思 它还可以多个x 对吧 from module.xx 你看 是这样的 我在这里导入一个模块 from async io 可以点 你看点出来好多东西 event 比如说 你看 from.event 然后还可以impot什么呢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它里面有什么方法 我们可以点进去看一下 加这个control键 加这按过去 你看 event 自己 就是一个py文件 py文件 然后 pyi 你不用管 它也相当于是一个py文件 那 你看这里面 它这是一堆我们看不见 看不明白的代码 什么class 这是后面面向对象的东西 你就可以干嘛 当然也有函数 当然也有函数 你就可以导入这个 get event loop policy 你看 看到没有 那接下来你就可以直接调用 那你现在就问了说这里怎么多了一个点 这个点是什么逻辑 我之前直接只是os 其实一样的道理 你看你这个os.pass. 后面还有东西呢 看到没有 后面还有东西呢 或者是os 对 所以你也可以写建from os.pass. emport 这个什么呀 什么cud 也是可以的 ok 那咱们现在 所以就是你可以导的 这个 就是 怎么讲os. os. 下面还有很多东西 就是你可以直接在这加点 比如os.pass 刚才已经收获了就可以 咱们看这个async.io.event 是什么关系 ok 来看一下 这个怎么讲 并且同学可能会纳闷 说我现在这些模块 都是 怎么讲 从哪里导的 就是这些 我们 这些所谓的标准库 它到底是放在python的一个位置上 看一下python 这有external library 就是python安装包 这个地方 然后点一下 这个python3.6 看到有一个叫liberyroot 就是这个 相当于库 libery就是 博物馆 类似 对吧 库的根root 就是标准库的一个存放的位置 这里就是python3.6 看到没有 我一点开下面这些东西 有上百个 估计有一两百个 我也没去数 这些东西都是python的标准库 首先看 这个第一个async.io 它是一个文件夹 然后点开看 里边有一堆东西 所以我们刚才讲过说 咱们把这个async.io 称为是一个模块 但是它下面包含着很多的 其外文件 OK吗 所以即便你看 但是下面这里呢 像这个 有的它只有一个文件 这一个文件也是一个模块 那这里包含多个文件 其实也是一个模块 OK吗 那好 这一个 一个 一个 文件夹下 这个不知道说啥 一个文件夹下 这么多模块 sorry 这么多子模块 你可以理解 但是它都统成 都属于 这个async.io 这个里面 有没有一个叫event的 看一下 是不是有一个叫event的 对吧 async.io是一个文件夹 然后点event 从这个event里面 去导入这些东西 OK吗 那你说文件夹 也可以导入吗 文件夹后面 文件夹其实也可以导入 后面我们会讲 文件夹其实又被称为包 文件称为模块 这个就叫什么 一个文件夹 叫一个包 包 也可以导入 也可以导入 对吧 from async.io.event 然后相当于 一个点就连接了 下面的一个文件名 能理解吗 OK 那这个点 在这种情况下 是连接一个文件名 但有的是像在os 这里面 它就不是了 os你点进去 我比如说os.pass 对吧 它就不是一个文件名 你看 .pass找的 它只是一个方法 找不到 os.pass 总之它不是一个文件名 因为os的方法 全都写到这里面了 全写到这里面了 所以就说 这个点 即可以说代表 后面它可能是一个方法 就是方法 就是一个函数 也可能是一个文件名 这个都说不准 好吗 反正你就总之是可以 这个干嘛呀 可以这样 去点的方式 去再导入下面 对一层一层的 OK吗 这就是from 什么点点点 OK 那这里还有一个什么 as rename as rename什么意思 你看我这个是不是特别长 我后面调用的时候 就直接这么写 挺长的 我可以给它重命名 as什么样 as这个 对吧 get event 假如说 可以 没问题 你再调用就是什么样 getevent 特别 调用的是跟这个是一样的 只是给它重命名了 OK吗 这就适用于有的时候 这个比较长 你才能会这么干 好吧 OK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一个是什么 导入一个模块下 所有方法 不建议使用 但是还是告诉你 导入一个模块下 所有方法 看着 OK 你先把它注视掉 然后 我 from os import 新号 相当于我下面所有的方法 os下面所有的方法 这些东西 看到没有 都不用再加os了 我就直接调用就行了 我就直接写这个什么呀 比如说 比如说read 那 我就可以了 直接read就可以了 但是注意了 你看os.这里正好有一个叫name 这个东西 对不对 我们print一下 这个name os 对了 sorry 你不能这样os.name 因为你是导入它下面所有东西 你再调用 你就不是加 而是这样 这些写 你print name 是叫posix posix 这应该是代表什么 这是一个linux机器 unix机器 不管反正这个name相当于是os模块的 你只要导入信号之后 它就可以直接这样调用了 但为什么不推荐这样使用 这个问题就在于 其实你并不知道这个里面 你没办法直观的看到 os下面有多少东西 它有好多 你可能导进来的一些你根本就不需要的 对吧 但不管你导进来了 你导进来之后呢 假如说啊 这个就不方便你后面去调错啊 你后面说哎 你在哪个地方用到name了 对吧 那不操 这个name到底是 是从哪个模块导入的 你可能还从fromsys也input的一个星 对吧 那我就问了 这个name是sys下的 还是os下的 你这一点点差 所以第一 它不方便调适 第二 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啊 假如下 假如说sys下也有一个叫name的 sys下可能是没有啊 对吧 有没有 sys下现在没有 但是假如sys下也有一个name的 有没有read的 也没有 对 它俩正好东西都不一样 但是sys下如果也有一个name 到底我这个name是用谁的 是用sys的还是用os的 它肯定是用sys的 因为sys是后导入 后导入就会把前面的给它覆盖 对不对 如果有重名的话 所以你这里 明明你想调用那时候os的name 但是结果就要调成sys的了 能理解吗 这是 这是 两个模块之间的冲突 并且即便两个模块不冲突 假如你自己在这里定了一个变量 对吧 叫Alex 那我就问你啊 对吧 你现在 你相当于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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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什么呀 你这个 这边导入了有一个name 然后你这里有重命名的一个name 到底 相当于 它就会用你自己重命名的这个 对吧 假如你 不小心 把这个写到这了 能理解吗 那问题又来了 问题又来了 怎么讲 你 你导入的这个 就把你这个name给你冲掉了 你在这里print name 它打印的是什么呀 打印的是posix 是不是 那就很尴尬 你的代码就很乱 所以呢 官方不建议使用 对吧 官方不建议使用 你就知道这个就行了 好吧 OK 所以 我们一共讲了这么几种 导入方法 对不对 就上面三种你可以用 第四种你不要用 不要用 好吧 那 另外再讲一讲 说我这个导入模块 一般会放到哪 一般会怎么讲 叫顶行 顶头写 顶头写 你不能说 你看我刚才 把这个name写在前面 定义变量 然后下面有导入 这种是不规范的 不应该这么写 你的模块导入 一般都会写到什么呀 写到你的这个什么呀 写到你的这个 文件开头 OK吗 就是开篇第一 开篇就说清楚 我这个整个程序 会用到哪些东西 OK吧 然后在后面再去 对吧 就直接去调用就行了 你尽量不要在你 中间一千行代码 写了五百行的 在里面写一个 我操影泡 这就很尴尬 尽量不要这么干 就没人这么干的 这都是野生程序 而干的 所以你不要那么弄 OK 好吗 所以你就把这 自己把这个 几种导入方式 都给它练一下 好吗 下一小节我带大家自己写一个模块 好吧 OK 然后另外再说一下 这里面看到标准库里面 上百个 上百个呢 我们你不一定都需要知道 我们把常用的知道就行了 这个以后 其他的你遇到 比如说需要发邮件 你自己去 去找那个发邮件 发邮件应该是什么 发邮件应该是 import SMTP 看没有 这是发邮件的 收邮件的 pop3 poplib也可以 对吧 就可以收邮件 那具体这个怎么用 等你 等你 你现在不需要学 等你以后需要发邮件的时候 自己到网上一找教材就知道 我们今天交给你的十来个 就是最常用的 好吧 OK Good